今天為你介紹的是麵包布丁 首先有牛奶、動物性鮮奶油、糖跟雞蛋 然後這些再有櫻桃、葡萄乾跟蔓越莓 這是裝飾的東西還有糖粉跟我們的器皿 以及今天的主角麵包 首先我們先將牛奶及動物性鮮奶油 還有我們的糖加入到鍋子裡面 加熱不能到超過80度 因為蛋黃會熟成 這樣你的布丁烤起來就變成蛋花了 龍糖的當中我們接下來就是來切我們的麵包 然後把它這樣排上去 然後老師當初所設想的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因為就想說如果我們今天吃的吐司沒有吃完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把它冷凍 然後今天假設說我突然想吃個甜點 我們就把它拿來做這一道甜點給小朋友吃這樣子 來這時候好了呢我們就先把它收到一邊 準備好一個另外一個器米 我們先把蛋打進來 而且啊我們其實啊可以加點酒來去蛋腥味 可是假設說貪圖方面也可以不用加這樣子 至於說老師這邊的水果你要放什麼 其實都可以不限定 你也可以放一些奇異果啊 只是它可能鹽起來烤起來不好看 或是說一些芒果丁啊 十四十丁的時候 芒果烤熱其實也是很好吃的一種選擇 這時候呢來看一下喔 就是這時候糖差不多融化 而且溫度已經升上去了 老師為什麼說糖融就好 因為糖融的話大概70度一定會融 可是就是你要這樣摸的時候呢 如果你糖沒有融的時候 你在摸的時候呢 會有感受到沙沙的 你這時候感受到沒有沙沙的時候呢 其實就差不多了 這時候呢我們一次把它沖下去 然後一樣的重複動作呢 我們再拿一個碗跟一個鋼盆 這時候呢要過篩 過篩讓布丁吃起來更細緻 有沒有這是蛋白的雞蛋 如果沒有過篩吃起來蛋白會浮在上面 這樣就沒關可口 這個動作呢我們靜置三十分鐘 好經過三十分鐘的等待呢 我們布丁這樣靜置到像光滑麵一樣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到麵包裡面 然後呢它會浮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這個蛋汁呢 就是要讓麵包吸附在蛋汁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一樣擺上我們的水果 首先先放下酒枝櫻桃 擠蔓越莓 這東西量呢可以適量的適時 例如說你要吃很多 你也會搞得飽跟拜拜一樣 這樣也都沒關係這樣子 沒有所規定說要怎麼樣擺放這樣子 這時候假設說實定水果 例如說芒果呢 你也可以擺上去 這樣也是很漂亮 它整個烤起來是黃黃的這樣子 這時候呢 我們一樣用上火150 下火150 隔水加熱的方式來烤 老師今天這個厚度呢 大概25分鐘到35分鐘 可是你還是要去觀察 當我們在晃動的時候呢 其實啊 外國人他們吃起來是有點晃動 帶點醬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卡斯達 或是說叫做布雷的時候 他們要吃這種口感 可是說假設你不敢吃太深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它烤到全熟 都沒關係 那大概35分鐘 那我們就用進烤箱 來經過25分鐘的漫長等待呢 我們的麵包布丁終於出爐了 這時候熱熱就可以食用了 我們為了它更美觀 所以我們撒點糖粉 像下雪一樣 好這樣就可以了 這是我今天為你介紹的麵包布丁